老師他有去拿到一部余線鏡頭的版權 他也是無償公益提供給我們的信心來使用 所以我一直很感謝老師在這一塊上面 他一直就是不斷的在推動這件事情 然後今天老師會有一個簡報來跟各位分享 那當然還會有一些Q&A的時間 我想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就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上榜高少女生 謝謝孟隆 謝謝台北館的Kiss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那麼多天啊 跑來看這部電影 然後可以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這部影片的一些相關的知識 或者一些我們也許大家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好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稍微講快一點 這個燈可以關掉嗎 好 上面看看 謝謝 好 這個片子啊 大家知道是BBC拍的 它是在他們的電視上一系列的電影裡面的六集 裡面的最後的一集 叫做《脆落的天堂》 那麼這個片子在2009年正式對外推出 那各位現在看到是網路上可以看到這個每一集的一些畫面 好 那我們現在當然是這個最後一集 最後一個天堂 好 我們這個影片是著名的就是 所有的六集都是在南太平洋排的對不對 大家知道南太平洋當然就是赤道以南 一直到這個南尾六十度 這個再下一集都算是南極的南冰洋的 就在這個範圍之內 當然有分東西啦 主要的島嶼大概都是在靠近西邊這邊的 一大堆的島嶼 那麼我們對這些島嶼其實不太熟 但是跟我們台灣有幫助的國家其實不多了對不對 但是這中間呢 有兩三個國家跟我們還有保持的外交的關係 那麼這個影片主要拍大概都是在 像這個斐記啊 或朱阿弩啊 他剛剛片裏面有提到的 當然有些是在大洋 也不是屬於 怎麼講 也許是在公海 但是事實上的公海在整個這個地區啊 只要有島嶼的地方大概都不多了 可能跑到這邊就會挑剖 為什麼 因為有島嶼的四周 兩百海裡的積極海域 都變成他們的不善公海對不對 到最後圍出來的一些叫帶亂海域 那個片子裏面有提出來一些 好 這個是讓各位看看這些島嶼啊 島嶼很小 居民人數也很少 但是他們在跟他們有投票權 我們是沒有的 我們要非常非常的瓦解他們 我在上個月來 11月被紐約的代表處找去 跟他們一些代表去談這個 怎麼講 氣候邊線啊 漁業啊 搞這個研討會 做一些外交 因為這個有時候 我們這些島嶼的地方 還是很重要 那這個這個劇情啊 剛剛各位都看過了 所以我也不想去講 不過這裡面有一些重點 一開始他先談氣候變遷的問題 我最關心氣候變遷的就是 就是海平面上升 因為有些會不會被淹掉 因為他們那個海平面 海發高度實在是很低 但是我們這邊關心的可能是 海洋酸化的問題現在 以前是關心這個 海水暖化的問題 山谷礁可能受不了 因為再高個兩三度 山谷就完蛋了 全世界有山谷的國家當然很多啦 但是 山谷在全世界的面積只有0.3% 非常少 台灣是有幸有山谷礁酢 我們不斷關心暖化 我們現在也跟著全球一樣在關心酸化 因為酸化到最後到100年的時候 可能這個海洋生態性就崩解了 如果再補鹼能減碳的話 因為小龍科都沒有以後 大的魚就沒有食物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道理很簡單 好 所以他先談海洋酸化的問題 接著他後來就在談這個 過渡捕撈 過渡捕撈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他沒有正式去點到 其實是氣地破壞的問題 所以他才會講到說要來賦予山谷 對不對 因為美麗的山谷礁 因為生態旅遊的主要的地方 這個生態喜好 今天沒有了山谷 那些美麗的魚類就沒有地方可以住了 所以我們要突然把山谷賦予回來 所以他就來講這個遺植山谷的技術 對不對 然後這個其實很早就有了 我們台灣也做得很好 會做再跟大家報告 好 重點是他後來就談到我們這個 比較嚴重 其實過渡古老 好 所以他就在特別推薦 所謂的乾釣的方法 他現在叫釣的主要是一種叫 鎮肩 其實也是鮪魚的一類 好 那叫煎乾釣 這個台灣很早很早以前就有 特別 我們有非常多的一些遠洋醫生 跑到人家那邊去 早期的時候 也是煎乾釣 現在太慢了 好 那這樣就流瓦也好 維瓦也好 什麼都疊生掉 突然來了 所以到最後的結果 造成誤補的現象 造成這個魚大量被捕捞 好 所以我們這個台灣 其實這方面還要有待改進 所以綠色的民主 是會屬於是在退啊 就是要永續的魚法 我們不要抓太多 再抓太快 或者這個魚腳再被抓光了 所以這部影片非常難得 是因為它 潛水真的跑到網子裡面去拍 好 突然大家沒想像到 到網子裡是什麼 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在台灣 其實我們現在專業的潛水攝影師 是的確都下過網 那是什麼網 知道嗎 定制網 好 去裡面拍些大的魚 那個 怎麼講 像什麼魚 翻車的魚 對不對 還有一些魚 他們有時候 還有金商 他們也下去 他們的畫面是到定制網裡面去拍 當然金商在國外 有些閃上金商的聖地 專門用網子開眼 可以看到 在台灣以外 還沒有去發展到那種程度 所以 綠色的民主的船 基本上 這條Aspiranza號 其實也到過台灣來訪問 那麼就是這條 那他們 就去物語 去尋覆 他們也 他們也 有時候去登船 那不見人家會願意接受它 從一趟去登船 好 那麼 那麼 最後談到的保護區很重要 雖然 講很多 但是現在在國際上 因為我個人非常關心這塊 大概在四幾年前 就在退海洋保護區 一直到現在 那麼 開始國際上有一些突破性的進展 回頭 我也可以跟大家 稍微做一些報告 那當然 那生涯理由其實是 最好 雙癮嘛 對不對 當放當地的雲村居民 還是可以賺一些錢 但是不要去把雲抓起來 吃掉 總而言之 最後他是講大石金 就告訴各位 其實 只要大家覺醒 大家願意來行動 參加保護的 尤其特別很多人集合團體 包括 這個 這個七星的生涯保護區 也算是其中之一 大家一起努力 把這個生涯保護區 主流以後 其實還是有希望的 所以 最後他就放炸四季那幾個片 都給大家看 好 我現在大概跟他 大概再從 簡單再提了一下劇情 那麼 接著 他一開始先談 奇國變遷 好 現在真的是全世界各國非常關注的一題 包括 台灣在內 對不對 今天到晚 在畫上可以看到 一開始科學家關注的是 水分升高 那樣三個百花 但是現在科學家更關心的是 海水算化的問題 好 那麼 等一下再跟大家談 海流改變 大家比較不會覺得 海冰面上升 就對那些島國 他非常敏感 所以我們以前的政府 兩部西的電影 各位看過 那時候看了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那時候有些 就是要預測 再下去 這個到了 不知道多少年了 可能 我們這個 海冰面如果上升 預估到2010年 好像講 那時候講六公尺 好 六公尺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大概全台灣 只有台中陪住 好 其實他這個心理大概都完蛋 對不對 但事實上這是 過渡的 預渡超過的 因為真正的 現在IPCC新出來的報告 倒單的時候 大概也不過 不到一分遲 所以事實上 如果更何況 現在大家人都知道 要改變嘛 對不對 包括科皮一樣 要改變嘛 所以我們大家都知道 錯了 要開始朝 技能減碳的方式 去努力的話 應該也許不會那麼慘 所以這個氣候變遷 帶來的這個 海洋酸化的問題 其實 道理很簡單 因為過度的二氧化碳 溶解到水裡面去以後 這些碳酸清淨的離子 一多了以後 它就會去搶水裡面的 海水的鈣 就變成碳酸鈣 對不對 那麼 偏偏很多的海洋生物 小洞浮游動物 達到甲殼類 背殼啊 等等 133 都有碳酸鈣的藉殼 所以當它鈣被搶掉以後 它的殼會隆結 這樣的東西 或者不能形成 那這樣當然就完蛋了 就死掉了 所以這個就會造成 海洋生態期的整個的崩盘 所以你可以看這張照片 他們做實驗 你可以知道 這個藝組類啊 當然你看起來 好像一個小窩球 但事實上 還有兩個很可愛的藝組 它會拍不拍 好 它其實是 蛋到虛精 都是他們很重要的食物 好 因為虛精每天到夏天 都會往北京來去跑 它就是去吃這些富有動物 當然 魚到最後也是吃它了 你不去抓魚 可是你把它食物搞得 要是沒有了 它就完蛋了對不對 所以它都可以做實驗 知道說 批菊子 到達酸化到一個程度 它的鈣 它的藉殼就溶結了 但我幾年前在日本 有人聽一個演講 它就講說 這種藝組類在前台 好 那這種藝組類呢 它 一旦它死掉了以後 因為海水酸化的問題的話 會怎麼樣呢 你看它上面 有很多很多這些水氣體 這些水氣體呢 其實是這種深海水母 它的六深附著在上面 也就是這種水母要能夠活下來 必須這種藝組類要活著 對不對 等它死了以後更慘了 是在這個散源裡面 有很多寄生性的這種 所謂的這種 端竹類的動物 甚至於它有一些其他種類的生物 也就跟著會完蛋 因為生物與生物 比之間有很多寄生工程的密切關係 所以常常我們講說 生物動態性比較減少 不是說 死掉一種減一而已 有時候要減三減五減十 都搞不清楚 因為太多的生物 我們現在的種類都不知道 沒有人研究 之間的關係 那更複雜 所以這個是我們 為什麼今天要趕快 照我們預防原則 那個生態 我們學者常常在強調的預防原則 你別去等到你研究都做完 再來做保育 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太多工具 你根本不知道 好 我們魚好像看起來 沒什麼碳酸鈣借殼 但事實上不難 我們魚的耳食是碳酸鈣的結晶 當然你今天海洋酸化的問題 魚會變濃 變濃了以後 對牠生理 生性行為 逃避 還去尋找食物 飄飄飄 小時候飄飄一個 牠可以沉降下來的地點 都找不到 這個當然就會打亂 對 這是其實是我的小孩兒子 他在海大教授 他也做魚 還好他不做這行 他不做魚類分裂生態 他做生理 他去年發表了一篇報告 海洋酸化對於死斑的成長 還有他的代謝內分裂 都會受到影響 如果這個pH值高 你可以看它成長的速度就會減緩 當然都會到一個程度 如果超過那個程度 就跟不得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都是 科學研究都在進行中 因為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 我再舉個例子 因為我現在還是有虛偽的原因 有時候會有些機會去參加一些審查的事情 各位都知道中華白 對不對 老頭現在雖然已經畫了一塊這個 棋棋地 但是還沒有真正開始執行 因為有很多單位還在反對 還在不太願意反對 我們不去講是哪些單位 但是我就講一個 你知道這個排出來的 陽岸的海水的酸化是 華語團體很關心的事情 它現在常常是在7.6 甚至於更低 但是你知道嗎 現在科學研究這塊以後 開始去研究就發現 正常的海水可以去只是8.2 如果掉到8.1 就一定要小心了 要注意有問題了 到7.8 很多武器最動物就要開始受到影響 到7.1 那是不行的 所以換句話講說 我們就要求這個排水一定要盡到社會企業責任 你要多投一點吃 讓你的這個海水的水不會酸化 會不太大 最近的陽岸的海水會酸化 但是台電一直不太願意 台塑化一直不太願意同 因為它覺得這個要投資要花錢 可是更糟糕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它講得很有道理 我合格 為什麼合格 因為我們甲內海水水質的標準是7.5到8.5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威尼斯十幾年前定的標準 從來沒有人知道那個標準是不好的 到現在還沒有改 所以我就只好趕快建議 我們要去修整這些標準值 隨著科學的進步 我們必須要去改進 所以他們現在好像聽進去了 但是什麼時候修改 我不知道 我是對台塑來講 它沒有違規 所以很多科學必須要盡取一些責任 這是一個例子 好 再來是這個 我們最近其實有一些好事情 大家知道私立法案法通過了 對不對 我們這個海岸管理法 最近也終於通過了 這是在台灣其實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在立法院長了23年 好 都沒有過 那麼為什麼這些法令破了 對我們氣候變相都有好處 因為現在過去上來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樣的 叫Blue Color 藍碳 藍碳就是說 我們在海岸的這些濕地 包括紅樹林 沼澤或者海藻床 它吸收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固碳的能力 或者我們講碳風吹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高 遠遠超過陸地的熱帶雨停 這個非常多倍 這個回頭我們應該有些數字告訴各位 我這個是我11月去年 11月下旬 去澳洲參加第六屆全球保護區大會的時候 去拿到的一份資料 它在強調連大洋公海 它其實固碳的能力都非常高 所以這也是騙頭一開始告訴我們 其實海洋對我們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沒有一個健康的海洋在那裡 那我們可能更慘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的固碳的能力 陸地上的植物二次方對不對 岩岸的濕地這些 然後這裡大洋 它的固碳能力那是幾次方的高 這邊還有一張圖 我看了更高興的 為什麼因為它講了一些話 它說於是地球上數量最多的積墜重 也是最大的碳移動的單位 因為它本身個體其實都是 卡古嘛 蛋白質 合成的 所以它對於減反氣候變現或碳空存 有巨大的貢献 如果是因為生物都沒有了 怎麼辦 所以這個就是 怎麼講 我們要從很多角度來想 我們其實生物多樣性的功能 在那裡 好 它氣候變天講完了以後 它接著就帶到氣體破壞 但是它沒有用很多的鏡頭 來告訴大家氣體破壞 當然它提到的一個 比如像這個炸魚 我沒有這個照片給各位看 但是呢 船舶為什麼會對這個 山木礁有傷害 因為有時候以前我們台灣到現在都這樣 你如果去船潛的時候 你到了山木礁地區要潜水的時候 你一天船要固定嘛對不對 那你就把狂毛就丟下去了 每次丟一次砸一次 丟一次砸一次 那個就是不對的 因為事實上在國外 它其實都是有一定的 在水面上有個固定的一種浮毛 你要綁在這個毛上 而不是綁在那個 丟那個毛到海裡面去 當然我們其實 講到氣體破壞 如果其實是沒有山木礁的底質 如果用拖網去拖 這個對山木礁其實也是 或者對整個的海底氣力 也是一個很大的破壞 它們就舉例 就好像在海裡面砍伐熱帶雨嶺 把整個生態系統毀掉 你的拖網 撿上來的東西 只有其中的一點點 百分之二十不到 其他都是浪費掉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浪費的一個 它們說 里托漁業 是世界上最浪費的產業 好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今天 生態油固然一方面 我們鼓勵大家去 朝這方面去發展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很擔心 因為這些當時 學潛水的菜鳥 你知道它水性不好 它亂踩亂踢呀 它對山木礁來講 其實是很大的破壞 對不對 我們到墾丁去 你看就要花個七百塊 你就可以下去了 我們跟國外不一樣 國外他們保護商交好的是 人不能碰山土的 它那個導遊是帶著 有一定的路線 對不對 它這個火的牛會被 這個處罰 或者取締的 所以 但是在我們台灣這個 飲料潛水好像是 在大鍋子裡面下一個小時 隨便丟都可以 從哪邊下都可以 沒有人再管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的管理 其實沒有到位 好 我後來也是參加過 街頭一位 也是去年到青島 馬來西亞 它在推廣 這個潛水的一些手折 我就覺得這張圖非常好 對不對 我就把它稍微反映在這邊 你去潛水 不要踩山谷 不要激起成績 不要追趕 還有生物不位移 不丟垃圾不滿 還有生物的產生物不移 反對客系不適應 等等等等 好 我覺得 我們在台灣 其實這方面的教育圈島 其實應該要多多努力 為什麼不用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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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不踩機 後面有一個不用手套 你用了手套 你就趕去摸了 哦 他就故意叫你不用手套 你們各位的眼力 真好 現在就看到我看這麼仔細 好 這個片子裡有介紹這個 珊瑚移植的問題對不對 那麼其實早期啊 早就有人在台灣做 是海參館先做的 但是那時候做還被人馬 還被某一些華裔學者 他們覺得這個也不對 他說你去踩天來的珊瑚 那你就不對 但是各位知道 有很多事情所謂的對不對 你要看你的效果好不好啊 你在影片他有告訴你 他其實是善不太茂密 也不見得是 對他也是好事對不對 因為就像洪樹林 各位知道關注的洪樹林啊 早期的時候 文哲法列入這個 保育的生態的時候 不能碰不能採 不能做出違法對不對 可是洪樹林它是發展過頭了以後 其實是不好的 它會誤化 它反而生活段性就少了 所以現在變得可以開始梳化了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 今天你這個珊瑚 很多地方被破壞 有些地方它長太密 反而長不快 沒辦法長 那你把移卸過來 其實不是壞事 其實珊瑚的移植其實並不難 其實後來海參館做OK了以後呢 水師鎖 豐富分鎖也 也就開始做一些珊瑚 這個珊瑚的移植吧 因為在黃湖 其實也是個珊瑚叫做棄地 海參館其實它可以去種 我們珊瑚培養的珊瑚 其實非常多 我們海參館其實還蠻特別的 為什麼 因為海參館出了它BOT的廠商 雖然有些很多問題 我們還是會質疑一下 BOT都是這樣啊 賺錢為主 對不對 但是海參館的一個好處 它裡面 研究人員非常多 因為那時候千年館長 去跟動化大學教育同一合作 可以去受研究生 所以他們研究的老師有三十幾個 所以他們就 在裡面也做了很多的 一些科學的研究 包括做了一些應用的研究 包括這個海參館的富裕 變成一個紙商農場在那邊 好 那氣地破壞其實 在那個影片裡面 它就有帶到一點點 整個南太平洋 其實你在那個影片裡面 只看到兩種海洋生態系 一個是珊瑚礁 另外一個就是大洋 對不對 它其實沒有介紹其他的 什麼紅樹林啊 這個海草床啊 或者深海環境 其實它都沒有介紹 但是沒辦法一個影片 不可能 從來有一組題嘛 有它的特色對不對 所以 我要講的是 所以它在很多 其他生態系的問題 它就沒有去 特別去提了 我們在台灣啊 其實氣地破壞除了 三個礁之道之外 其實很多商業地海岸 各種不同的海岸 岸邊邊啊 水泥化都太嚴重 我們已經有55%的海岸 是人工海岸 自然海岸剩不到一半 各位大概知道厚灣在哪裡 對不對 厚灣在海參館的旁邊 對不對 厚灣的居民啊 有時候會覺得很萬壇 為什麼 因為海參館的遊客 一年兩三百萬 都沒有遊客 要跑到他那邊 給他賺點錢 對不對 為什麼人家遊客 不願意過去 你走路十分鐘就走過去了 為什麼這樣 你看這個照片就知道 82年的厚灣是這個樣子 現在的 後來的厚灣是這個樣子 以前的厚灣非常的美 不屬於一個南灣 這邊這塊草天帶 現在是全臺灣最大的一塊草天帶 我以前幫他們 還是把他們蓋石器 去替他們做環境背景的調查的時候 資料有 非常的好 可是 為了要照顧這些漁船 就把這個草天帶破壞掉 蓋了一個漁港 後來也沒有船要去停 你知道為什麼 淤沙淤泥 要不然就是沒有漁了 船也不要 賣掉 對不對 好了 為了保護這些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在這邊就建了一個高高的堤 好 高 太高 水垂了 你說 那你说有科区应该看什么 他知道不对了 就把他敲敲敲敲一半 不敢全部拆掉 因为全部拆掉 就是软弯性可能会抗你 因为好像没有安全感 好 然后呢在外面弄点水泥种起棵树 这就叫做未美化 你失去的生活状态性 其实回不来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知道 以前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 但是现在你要叫他回来 其实更难要回来 更多钱我们介绍到台湾回来 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 政府在很多年前说不对了 开始推行海岸零损失 就是不准再有登空海岸 所以现在又卫星在接测 所以这个是开始走对的路了 最近另外一个环保团体拍了一个电影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台湾海洋教育推广协会 它就是用徒步 因为这两天我记得电视台在放空 看见台湾 对不对 那是完全空拍 但是呢 这个团他们就是组为一个团 走了六十天 去环岛走一圈 就拍了一个电影 就有电影 一个导演 他愿意去奉献去拍 跟着拍 就把台湾的海岸的丑陋面貌 就也会看 所以它是免费 在各个学校方 只要你申请 它就可以放 那么 其实现在很多摄影技术都非常好 我也是一样 到澳洲学校去开他们会说 Google 他们其实有很多公司 都在发展海底的摄影 今天在台湾 要是有照应 也可以在海底拍一个看见台湾 那就大概才会重视到 我们今天海洋 已经受到多大的破坏 海底 因为你看不见 你海边还看得见啊 对不对 低潮线 你上天看见海底哪里 海底里没有人看得见啊 除非我们这些资深潜水的朋友 以前知道 是长什么样 现在是什么样 你现在再下去拍 我告诉各位 你拍不到好的了 你没有遇到这种对照 每根丑的 你就不会感受到 你看到那个冲击 你看到 看见台湾 你会感受到冲击 因为它有拍到一些 不漂亮的 原始的自然 再去对照一些被破坏 对不对 我们海岸也许还找不到 但是在台湾 你能找到很漂亮的自然的海岸 其实真的很少 你要跑到偏远的离岛 也许还有机会 好 那这个破坏 这个影片里面是没讲的 你再放保护区 你阻挡不了 来自陆地上的污染 好 所以这个影片没有讲 所以我当然也不想去跟大家介绍 现在国际上更关注的一些立体 跟我们大阳生态系 都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在路上丢着垃圾 分解到最后 都变成一些围缩胶 在几毫米 非常小 甚至于进入到食物殿里面去 而不是那些大的看得见的 通过具体在大洋的波流的地区 那是另外一种污染 海洋生物会把它当成食物去吃 但是再次就比较更小 甚至于进入到食物殿 大家也注意到中原保护协会 他们也在配合国际上在做静胎 跟去看看到底哪一种成分 哪一类型的垃圾最多在海边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个排行榜 基本上这些排行榜 跟全世界公布的海洋浜浜 其实都差不多 塑胶碎片就是 威力这是最多的 最大的 是你根本肉眼看不见的 那个其实是 你没想象到 但是倒是有一点 是我们台湾的特有的 国际上没有的 对 保利浓水平 国外很少用这些包装的材料 但是在台湾就是浓还蛮多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 自己要知道 自己有哪些地方不好 这个以后才会改进 对不对 好 这张照片 这张我在很多演讲上都会用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资源的匮乏 海洋松转型的价格降低 原因非常多的 非常多 到底有哪些原因 这个 为什么举河吗 因为来很好记 漆地破坏入侵种 污染能够过多过度利用 在海底就是过云 那么这几个英文的第一个字母 加起来正好是HIPPO 所以要记得嘛 就很简单 对不对 好 但是这个都是人为的因素 对不对 它没有气候变迁 对不对 气候变迁现在大家非常重视 假如说 有到陆上去问那个一个路人家 你问他说 现在云都没有了 你怎么原因造成了 气候变迁 责任都推给西伙变迁呢 他在政府就没责任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你去问渔民 他说哎呀乌兰害的 他才不会说自己赚过头了 所以大家互相推卸责任 就没责任了 到最后你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这就是越面对的真相 事实上过度捕捞是目前更严重的事情 最严重的事情 我们看这个 他们有些科学家做分析 这个过度捕捞 对海外占了一百以上 再来第二名 吸气过半 这些哈姆隆隆 才不过8%到10% 当然了 如果这个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 到后来会加持很重 你知道吗 会越来越厉害 变得它最重要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知道简单简单 也许还好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你不能等到公元200年 你到2050年 48年就没有鱼了 对不对 你要保护谁 你要吃鱼都没有了 对不对 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面对的问题 所以这个网络上 你可以看到他们 钓鱼比赛冠军的照片 在普罗里达州 在1957年的冠军鱼 1980年的冠军鱼 现在的冠军鱼 你如果没有把过去的资料拿来比较 人多有健忘症 你根本就不会记得以前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看到 想到凯华文台这本书 它形容着 那个老的 跟那条棋鱼的 这个战斗的形形 跟那条棋鱼多大 但是你知道吗 棋鱼的体型在缩水 为什么鱼的体型会缩水啊 这就是过路古老的现象 当这个你把鱼抓过头了以后 那些小的鱼 还没有来自己长大 就被抓掉了 可是有些小的鱼 它提早成熟 提早下干 它就赢了 对不对 它这些鱼 就会传到下一盖去 所以这些鱼 同样一个品种 一个种 它的成熟年龄就越来越早 这就是体型就越来越小 一天一条鱼可以长到一公尺了 现在它长到三四十公分 就到此为止 长不上去了 这个其实在经济上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因为一条大鱼 它的价钱远远超过 那很多条小鱼的价钱 各位国家呢 到财市场去买过鱼 你大概就知道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在2006年的时候 黑局家证据 60个大資料图子 分析的结果就发现了 全球海洋生物的物种数的减少 就像这条红线 抛物线一样往下掉 为什么2048年 就是因为这条线的速率 你跟它的区别预估到了2048年 不见得是准准那一年 前后 这个趋势是这样子 所以这篇报告出来以后 全这些各国报寺都拿来当头条形文的报告 因为大家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海底会 没有鱼可以抓 没有鱼可以吃 对我来讲都是非常的震惊的事情 好 从那个之后 开始就有很多书开始出来了 科学家的报告啊 总之要有科普的作家把它转化成 懂一懂的一些文字 让大家可以去念 所以这些书都是在告诉各位 还以没有鱼了 有些有翻中文 包括这个没有鱼的海洋 和云海的未来 这个鱼献的镜头没有能翻 你看 但是 这本书这边这一块 讲的就告诉各位 也许你都没助理到喔 五六十年前 我们其实很少养殖鱼 我们吃的每条鱼都是野生的 可是到今天 你其实跑到一个鱼港去 面面的鱼港 那麦森 镇蒙 海鲜 陷地 陷牢的鱼 对不对 那是鱼大概每次 比较一般以上 其实都是养殖的鱼 进口的鱼 好 会替代 事实上 如果这个统计数字 已经告诉我们 全世界现在的鱼获 大概 养殖跟野生已经特战一半 再这样下去 大概你最多想四月 吃到鱼 只有养殖的鱼 吃不到野生的鱼类 好 所以在 很多限期国家 他们知道这个危机 所以很早就开始教育了 只是在二十年前 二十四年前 二十五年前 在2015年 对不对 这个美国的报纸上的一个卡通 他就在画什么呢 这个家庭主婦在餐厅说 我想点语这些可怜的东西 如果还有的话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 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那个时候在美国开会 看到这个漫画 我也觉得很好笑啊 那鱼怎么会没有呢 就是那时候鱼还很多啊 也没有讲到鱼资源枯竭 所以那时候又把文漫画捡位 捡的留在那里 好 到现在今天来看起来是 真的是有这个问题 好 这张图啊 就是告诉各位啊 我们现在抓鱼 过渡古牢 就发生在过去这六十年之内 好 你看这个红色的是鱼场 左下角的是年代 你看到随着年代 就发生在过去六十年 因为这个船越近越大 越跑越远 抓越来越多 全世界的海洋 没有一个地方 是与安全的架 但是啊 你要注意到这个下面还是白的 为什么呢 各位再看一遍好不好 是南起州的附近南安阳 这个非常恶劣的环境 没有船骨 使用一些先进大国 有这种船有能力去装 对不对 其他就没有办法 但是台湾也没有这个能力啊 但是台湾要负一些间接的责任 好 这个回头我再来跟大家报告 好 我们再讲台湾的历史 好 这个鲍鱼 虽然这个片子主角 其实讲鲍鱼 但是讲班链 他钓的其实是正监 正监鱼其实是鲍鱼的家族的 一种最小的 就是一两岁就大了 所以他就回复力比较快 好 资源要把它抓过头 就得满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今天讲黑尾 大家知道最贵的一个 好 这个 我们讲要把它裂入塞起死兵尾中 还在努力中 但是我们中港的黑尾基 每年办 从八十几年一万多条 一直掉到现在只剩一百条 这条线就这样子 可是我们 谁敢跳起来说 不要办黑尾基 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办法 我们这些政治人物都会去剪裁 没有办法 你不要看今年跟去年 去年跟前年 好像稍微多抓了一点 你知道多抓一点 不是因为他指缘回来 而是因为 发生了广大西 我们的渔民被 给菲律宾船射伤 发生了钓鱼杆事件 政府努力去谈判鱼权 让渔民可以安心地跑到那边去抓 所以 你才多抓到 这几百条 其实并不是因为自愿 你真正回来 但是问题是 你再这样子拼命抓 其实蛮不好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 Nature上的报告警告我 不要讲地中海的黑尾 大西南的黑尾 太平南的黑尾 随时要公开 因为我们现在抓到的 太多的鱼 都是还不到一岁的小鱼 你没有机会让它长大 实在是一个次元的浪费 各种方法就可能就是被封盘了 就是我们现在 因为太喜欢吃寿司了 你寿司不是不能吃了 但是用的那块鱼 鱼肉是什么种类 各位一定要知道 好 所以 常常你可以看到一些新闻 全世界因为这个趋势这个潮流 也开始不得不来面对它 于是乎开始要来限量 限量就越来越多了 包括到今年规定 一年不准抓超过3300公吨 好 让这个库塔额度开始 再往下限制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 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不过从这里 你可以知道这个 现在的资源估解的鱼 可能大家对鱼 这个鱼不是太清楚 只是告诉各位 鱼其实是属于青科的鱼 这个科很大 下面一共包括了四个大家族 鱼 鱼是最小的 你吃那个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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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鲑鱼是我们最贵的鱼 最大的鱼是有射属于鲑鱼 所以这个鲑鱼跟鲑鱼有什么不一样 它两个背棋中间隔得还蛮开的 当然你要去分这个四个种 你就必须要照我上面写的这些特征 最近我们在帮约束编一本七百多种鱼类的图件 因为现在的鱼过农地年报开始整个迷路要开始改 因为以前就一百多 实在对于资源管理也不够用了 因为至于你如果总不写对 或者把很多种并在一起写 那么你怎么去做预约管理 它到底资源量多还是少 到底是哪一种造成的搞不清楚 所以它最近他们有再改 把它改成三百多种 后来我们就把它最近再出一个七百多种的鱼的组件 我们就会把很多特征标在这里 还有一种接风讨论有这个黑点 这是四种从台湾产康人才能见到的 那这个鱼一共有五种 这个我想就讲了 黑鱼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 它会最容易绝种啊 因为它是鱼的五种里面体型最大的鱼 最贵的鱼 最好吃的鱼 甚至年龄最晚的鱼 好 片子里面 告诉各位它这个 为什么先自愿孤解 因为我们现在鱼具马太离开了 你看这个 超级的维网 它可以把实景架飞心都 可以装到里面 非常大的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大型的维网在作业的情况 各位在影片上已经看到了 那么延伸掉也是很可怕 它这个主神呢 它可以 可以到多少 可以到15 150公里长 上面可以装 一共有3000多个角度 所以它这个预活量是相当轻人的 它这个影片里面要告诉各位 它可以误补海鸟 对不对 它没有讲海龟 它大概也没讲鲨鱼 但是每年 每年被误补的这个海龟 每年有30万头 海鸟16万头 鲨鱼几百万条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 国际公约就开始来管了 就说不行 一定要管你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也跟着 再配合要去做 因为只要一旦 国际上定格公约 或者条例 条例都遵守不行了 以后就没有这种抓鱼的资格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最近也对于鲨鱼 对于海鸟 对海龟 都有一些 配合国际上的一些研究也好 或者一些法律政策也好 那么抓鲨鱼里面呢 大概一般的目的 所谓的要吃一次 意思就是 它把气割下来 身体就丢到海里去 这其实是非常残忍的 不容刀 鲨鱼的宝鱼之所以 会被在欧美 攻击 就是因为老外非常 非常爱不动的人 他看着就是不能揍的 所以鲨鱼的宝鱼 从20年开始到现在 主要是因为割气 那么我们台湾 它就号称 我们是不割气的 我们是这个全语利用 对不对 这个也不能讲它不好 但是好了最好 一开始你少抓一点 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怎么说 还没有做到真的很好 那这个船 大概有 五千多条 延伸掉的 抓这个尾的船 好 这些解决方案 当然在这里要 减少有过能力 降低配分 主觉洗衣 加强建筑观察院 禁止捕杀喝起 对不对 还有一些配套措施 就像圆形钩 等等 也就够这个 片子里面没讲 洗瑜 好 片子里面也没讲 但是它有讲转瑜 好像有 也没有讲 也没讲的转瑜 那么 这都是不好的 但是有提到这个 对不对 洋衣穿衣出去 一年半再不回来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不太人道 对 就是也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也觉得 不要发展这种大型的 这种威望乐 原谅节 这个误补气货的问题 对我们延安来讲 是抵托 最严重 影片不是在讲延安 但是影片里面有带到 一个寒鸟神 对不对 你要怎么样 让它寒鸟 不会去吃你那个 原生吊下面 勾勾的耳 它就在那个上面 多装了一个 这个神 下面绑了一些叙叙 绑了一些叙叙 以后它会 随着风会飘 那鸟就不太敢下去 所以这很蛮有效的 所以 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 原生吊大概都要求 它们一定要有 这个碧鸟神 在上面 所以我们这个 台湾在去年呢 也公布一个叫 台湾海鸟国家行动计划 也要求 原谅 预算出去用 原生吊的时候 都必须 要去用这样子的 碧鸟的措施 好 海鸟一片也没讲 海鸟他们也去发展了一个 叫做 海鸟脱桃器 也就是在网针中间呢 装这个的时候 到网底的靠近的地方 大型的像鲨鱼跟海鸟 碰到海鸟弹了以后 它从另外一个处处出去 弹开来 但是其他小的 就会一路又过去 所以它就会 不要去误补到那些海鸟 这个是这个影片没有讲的 有原生吊 它也没讲 就是海鸟 他们发现用这种圆的勾勾 它比较不会去 吞进去以后 还可以拿出来 不会勾伤它的这个 那个石头 所以这个可能比较好 所以他们也就跟国外合作 在研究这样子的技术 好 我们在台湾的鲨鱼团队 真的是 还规模不小吧 你知道我们这个鲨鱼队 里面的产量非常大 产值也非常高 我们台湾鱼鱼 每年产值 产量120万吨里面 120到130 中间的70% 其实是来自鱼鱼鱼鱼鱼 就是我们到东海上去 烙这些大型的鱼鱼鱼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要付蛮大的责任 所以台湾政府非常地在乎 去参加这些国际鱼鱼鱼鱼 管理组织 在太平洋的太平洋的大县 我们每个都要参加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船 每个地方都在抓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参加 因为要去谈鱼拳 你要争取最大的配合 让渔民高兴 所以这是我们政府很努力去做的事情 其实这个方向其实是不好 我就在念这个证 我去年你看 六千多个人全世界一百六十五百 就参加了好户去搭回台湾 不肯拜代表去 他反正对保育的事情都没兴趣 因为他们的立场就是要替渔民 照顾渔民的生活 替渔民多赚钱 为什么 做穿的就是为了选择 其实大家心思堵 可怜的是鱼没有选票 我们的渔民自然是落实它有选票 所以换了一个党 不知道会不会改变了 但是不知道 我们都希望把保育变成主流化 生物招心的主流化 其实真的很重要 政府没故意 都不愿意重视这个 不愿意把钱放在这里 其实我最近 为什么也在帮一些里 把委员在推这个海岸保育署 因为我觉得好像 每天好像进展很慢 就赶快 好 专门也是我们台湾 有时候 我们台湾人聪明 我们继续 怎么讲 船是我们的 这个老板是我们 但是我们去挂别的国家 这个旗子 这样我们的配额就更多了 对不对 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叫权遗传 所以你看 我们去这么多国家 去买人家的路遇权 我们的巴士 贝里斯 吉内 雅坚 鲁撒一大队 这些小国 挂的是人家的起子 在那里 穿东西我们的 所以这个 其实台湾人家 背后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这是在这个影片里面 讲到这个带庄的公开 这个弹射的是 每一个这些道国的 两百海里 金鸡海里 如果像罗光 要画画画 还是有一些 这个没有画到的 对不对 也换句话讲 这些地区 没有人管了 你跑去抓鱼 攻海呀 你怎么管我 对不对 所以他们有违背任何法律 那鱼不是很惨吗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类似合并主持就跳出来 他说像这个 好像口袋那样 对不对 因为被围在里面了 所以这些干脆 通通把他封闭起来 不准人家抓 那么 这样子的话 鱼才会有救 对不对 或者鱼一刨 这里就被你抓掉了 所以对这 合并主持 为什么会在公海上去 这个带装公海去做一些巡顾 去做一些检查的动作 主要在里面是这样 好 这就是我们在2009被抓到的 好 在这边 怎么讲 转运 好 这个 这个都不叫洗浴 好 但是这个其实都不好 就是 太遵守规定就对了 我们这个 台湾人这个专落洞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一等一的高明 好 我们台湾还有一些政策 其实是很不好 到现在还在补贴于成功 我还记得马英九从头上来之前 进军口号是说要停止 因为过去潮流趋势就是要停止 但是他现在不敢停止 也知道了 为什么 选票了 最近我就看到这个新闻 签证去年 我会看到也挺很摇头 因为你知道 所谓不但补贴 有很多方式 像这个也是 他这个意思就是 上远洋一船 大船很辛苦 现在大年轻人都不要上去 你上去我政府补贴你一百万 薪水 这对吗 现在鱼都不够了 对不对 你这样子 你是不是有点像独立厂商 我个人感觉了 但是政府政策就是为了 好像为了要海洋的发展 或者经济的发展 他就是走这个不太对的路 我们这个也算雨越大路 我们去落魄国家买鱼圈 其实是不道德的事情 全世界好不容易有这些落魄的国家 他用船路的鱼法抓鱼 他那边的鱼是还够还好的 结果这些有钱的 足以能力强的人 去买人家的鱼圈 到人家的水里去 一家都把它抓工了 你有没有想象他们当地的那些渔民怎么办 他怎么跟你竞争啊 他就只好自己输出到别的国家去当雨共 各位懂我意思吗 这其实是不对的事情 我去年三月外交部找我 去瓜地马拉 我觉得以前他们找联络跟队啊 或者技术团出去服务 都是叫人家怎么养鱼 怎么样种树 种水稻 这是找我去的理由 是怎么样去富裕海洋资源 连个穷国家 关键麻辣 很多现在资源都垮了 所以我觉得 我也觉得 有个人家很高兴 我说 居然我们有被重视的一天 因为你没办法 每个国家都会 要面临这样全球性的问题 好 我上次过来看到这个Google 他最近要公开 免费上网 你可以看到 这个叫做Global Fishing Watch 每一条船 因为他有人造卫星定位 所以你到底跑到哪里去抓一个鬼机 你在哪里抓 有没有跑到宝货区 清清楚楚 他这个就是用的巨量资料在做 用他的资讯技术 非常的令人惊叹 因为他这个累积的资料 你在哪一年 每一条船怎么走 清清楚楚 所以这一旦公开 那么 这些渔船想做坏事 想去违规 你大概就会被逮到 所以这个 以后公开的管理 其实还不错 可以靠这些资讯技术来 那 鲨鱼的误谱 在鱼片里面讲的很少 当然鲨鱼的 这种渔获也讲的很少 但是呢 他有谈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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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去年 五月水还蛮骄傲 所以你看 我们 还蛮先进的先推出来一个叫做 鱼鲨鱼齐不离生的政策 对不对 各位听过吗 就是因为 在国外 很多 贵的中国人 不见得只有台湾人 香港 中国大夫 带到十二次鱼饰 所以是比较贵的 鱼鲨鱼的肉 还好吃 有点尿酸味 对不对 除非你真的习惯了 就OK了 他们就很多人把鱼租掉 那个鱼太重了 你浪费我们油钱 你可把鱼舱 更多一个空间来抓鱼吃 所以这个 很多鱼就 杀鱼就完蛋了 对不对 那国际保育团团体 就非常的反对和鱼 那么 所以现在 不准和鱼 可是你怎么办呢 它至少政府要求 你要把鱼 绑在鱼的身上 健康的时候 不能够只有带鱼 鱼带过来 才不会懂 这叫鱼不离生的政策 这其实是好事了 但是 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人 在中南美洲有黑道 在那边做 今年这个山鱼起 他们各起 所以这么广大 他在国外去做这些办事 所以这要怎么办 大概就从教育做起 我们希望每个国民都能够 注意到这件事情 那限制骨牢 其实是保虑的另外一种方法 抓过头当然要少抓 这种满鱼 有些种类你要限制他抓 包括这个物种 整个不能抓 那是完全禁骨 真正台湾完全禁骨的海水鱼类 到现在只有三种 各位知道哪三种吗 这照片有豆腐沙 2008年一条物品抓了 去年通过了这两种 这个叫龙头鱼隔鱼 这叫龙王雕 这是龙头鱼科最大的体型的鱼 这是鱼隔鱼科里面体型最大的鱼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其实这里面体型最大的鱼 大家都会对线鱼种 我刚刚已经给大家报道了 对 所以这个 限于是一种方式 责任制约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都不现在能够有效 保护区其实是最不效 干脆那个海鱼这么划起来 大家不要进去抓鱼就好了 所以你这另外的保护区 你的大型肯定就是 尾数直线上升体重 直线上升 上千篇的文章都告诉你 大的鱼要多保护 因为鱼更有困扬 人有更年齐 鱼没有更年齐 越大越人身 而且品质越好 数量越多 对不对 所以正常都不知道 看到大约就抓了 所以应该十年快到了 就差不多 所以整个全世界都在推海洋保护区 那当然海洋保护区 更重要的就是它生态旅游的目的 所以从最近这十年来 画了很大的保护区 画了好多个 包括美国小夫妻 都在下台前画了两个 这是去年 能够多量 画的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海洋保护区 那么这个时候奥巴马 又跟着要想画最大 但是还没有超过 那个东西亚保护区 第二大保护区 这是国际上的努力 这是最新的一个全球海洋保护区 澳洲是最好的国家 澳洲这边都是深蓝色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画法 海洋保护区有什么问题 包括管理是不是有效 财务是不是健全 然后生态系 是不是每个生态系都有画到 社区的参与 公海是大家最近正在努力推的 所以很多海洋部的部长 都共同呼吁公海的保护 所以公海的保护 直到IUC在幕后推动了以后 终于在上个月 联合国通过了一个议案 华语决议 要求发展有关公海海洋保护区的 管理的办法协定 今年9月联合国开会大会 如果真的有进展 台湾可是真的要紧张起来了 因为我们的预养学 就开始要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刚刚没有讲到南极海 这边也有多四海 其实本来都没有人要去抓 全世界最干净的一块 结果现在有20几个国家的预算 跑去抓 跑去抓了以后 这边的南极学院就一下被抓掉了 所以我因为时间关系 这个影片就跳过去 我们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去抓 但是要负责任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进口它 这就是各位知道的原区 一到台东西一到台就看到 这原区一公斤就百块不贵 所以我们要负间接的责任 所以各位 贝德热斯拿维吏 海鲜指南 也没有告诉各位 不要去吃它 这个全世界 希望以后有五四个地方化成 这个海洋保护区 主要在推的这位 这个领旧人物 海洋保护的前辈 这个Vision Blue 这个电影 去年杀青了 真实放映 我这么有机会到澳洲看到 在播的影片 各位既然看不到 没关系 你回家用YouTube 你打 一样可以看到 应到可以去看 所以我想台湾就跳过去不讲了 台湾保护区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进展 包括实地保护法通过了 海洋保护法通过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海洋生活保护 其实是好的 最重要的就是要教育 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前 就在推这个海洋保护区的教育 但是成效不是太好 对不对 到现在都可以看到这种新闻 对不对 那么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在推这个有限镜头 这个影片 那么生态标照 影片里面有讲 对不对 告诉我们哪个海鲜可以买 哪个海鲜不能买 铁个LOGO在上面 MSC就是影片里面所讲的 但是MSC有它的问题 我不讲了 但是这个海鲜指南是另外一条路 有二三十个国家都有它的海鲜指南 台湾没做 所以我在几年前跳起来就勇敢地去订了那个 到现在环境很好 大家都很愿意把我来推广 所以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海鲜指南 在手机上面可以下载 我们最近在更新资料 希望大家消费者 自己来觉醒 自己来努力 大家四百先入是 看有没有营养卫生产销履历 这个阿基斯那时候还不错 叫我们不要浪费食材 但是没有人讲 吃的种类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努力退的 所以这个吃鱼台湾 很多人吃鱼 但是台湾人的问题是吃的鱼总比太多 人家只吃这些人只能够吃了 没办法 所以这个我们又特别去抓够大鱼 要负责责任更高 吃这种鱼 要负责任吃下的鱼一百倍 十倍 下的鱼一百倍 所以这个 就是律师合併最近在推的良心受食 下下各位 也不是下下各位 是真的 越大型的鱼类里面的中金属的累积量越过 小孩子不好吃 最好不要吃 包括孕婦 世界还能够 明天6月8号 我们对很多团体回来配合来做这件事情 好 我想因为时间超过了一点 其实没有 因为我们有点了 不过我想还是要留点时间给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好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个虽然有超过一点点时间 可是我还是希望说我们可以 好